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爸不亲沛语 爸爸不爱我 爸爸不爱我 我爱爸爸 我亲爸爸 你干什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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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好爱你 我也爱你 金金 我不是你妈 你这个混婆子官 妈妈 你为什么不要我 我很爱你 我真的很爱你 妈妈 你滚开 佩芸 爸爸 采薇 你又不是不知道佩芸她已经疯了 你又何必跟她计较呢 莉群 你不觉得奇怪吗 佩芸本来好好地住在夜药华家 怎么 突然跑到这里来了 难道她 我想 佩芸她可能比已经更严重了 又或者 她还想着我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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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着你 我比谁都了解她 她心里只有夜药华 佩芸 你过了 妈妈 佩芸 你这是干什么 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 我是要试试 她到底是针锋还是针锋 妈妈 妈妈不要我了 爸爸 妈妈不要我了 佩芸 滚 佩芸 滚出去 我 我不要 我要跟爸爸妈妈住 爸爸 外面很黑 好可怕 不要叫我出去 我不出去 我不要 爸爸 好好好 都已经这么晚了 就让她住下吧 不行 你跟我回 快出去 爸爸 救我 不要 佩芸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这样拉扯佩芸 万一害她跌倒了 受伤怎么办 她已经神志不清 你还跟她计较什么呢 你有没有搞错 你的新娘是我 不是她 你应该心疼的人是我 冯草 为你给我记住了 你最好对佩芸客气一点 否则 你这个新娘也别想到了 我们都要结婚了 没想到 你还为了她跟我发脾气 佩芸已经疯了 谁都认不得了 我只不过想让她留下了住几天 你连这种企图都没有吗 你 你就是忘不了她 我们走 没用的东西 沐芸为什么还没死 没用的东西 我现在就去把她杀了 你有没有脑子 人都跑到家里来了 以前就去一枪毙了她 谁都脱不了干系 沐芸 你早不来晚不来 前面就赶在我跟丽群 要结婚的时候来 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我会让你有命进来 没命出去 沐芸不见了 我各个房间的照片 就是没有沐芸的行踪 我也屋里屋外找了一遍 也没有找到她 这时候她会去哪呢 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呢 都怪我 我真是太大意了 我整天守着她就好了 我不该回自己房里去的 沐芸她神志不清就受了伤 万一再遇上危险怎么办 我得找她去 我们找村长他们帮忙 到附近林子 山坡上 溪水边 四处去找找 我想沐老师他不会走远的 我们现在马上去找吧 好 去哪里 小姐 老师 拜登 快 满 �雯 马上 满 我考虑 加入 巨大了 不许对队 怎么不许对俺 我都许 我osto了 没有 好 回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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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都不要怕 我会保护你的 佩云你今天变成这样 多半都是我的责任 我真的希望 时光能够倒流 回到我们的大学时代 像小时候那么亲密 不管谁欺负你 你总是跑来找我 为你撑腰出气 因为你知道 我会一直保护着你 你永远是我的小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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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地休息 我会保护你的 我会一直保护着你 你永远都是我的小公主 你也永远是我的小公主 你永远都不是我的小公主 你永远是我的小公主 你永远就成立了 我永远是我的小公主 她永远都会来 我的小公主 你最早是你的小公主 我再怎么危险 都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证据 妈妈 你死得好冤啊 你在天之灵 一定要保佑我早日找到证据 妈 我好想你啊 泰云 吴老师 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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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小哥 那儿 过来过来 这边这边啊 这边找找 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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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菜不错吧 是立群特地为你准备的 你好好吃啊 你放心命好好吃 我不会笨蛋 今天就把你给堵死 你知道吗 再过几天 你的房间就是我和立群的洞房 告诉你吧 我在上学的时候 就爱上立群 泰云 你要祝福我们 来 泰一杯 来 干杯 说 敬我 敬 敬 敬我 好 敬你敬我都一样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敬我和立群 白头偕老 多死多福 干杯 我 是 就要开心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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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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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云 谢谢你的多福 呃 谢谢 呃 呃 呃 我走了 白头歇了 好棒 不可能 不可能的 我以前对他那么好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不能再装疯了 我要尽快找出证据 找不到 找不到 再怎么找都找不到 全村人 在附近的林子 溪水边 山坡上 甚至连木棉花树下 都找过了 没有发现穆老师的踪影 连天虎伯父那里 我也去过了 伯父很担心 本来要一起来 我叫他别着急 等我们找到了 马上通知他 培羽 你到底在哪里 你到底在哪里 廖华 小爹 真是急死我了 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 大小姐到底到哪儿去了呢 村长博 真是不好意思 为了配云一个人 麻烦大家 不好意思 别别别别 是啊 村长博 这么晚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们明天再继续找 好 那我就跟大伙说 早点休息 好 沿路我们再找找看 如果有消息 马上来告诉你 别担心 妖华 大小姐 吉人自有天 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你们早点休息吧 好 我走了啊 谢谢 谢谢啊 培羽 你到底在哪里 廖华 对不起 本来想跟你先说一声 但是我怕你们担心 更何况 我也只能先这样了 那些重要的东西 到底放在哪里 到底放在哪里啊 养华 找到佩云了吗 到处都找过了 还是没有佩云的下落 怎么会这样 她还没好呢 她根本不懂得保护自己 啊 养华 这 这怎么办呢 伯父 你放心 先别急 村长答应 他们会继续帮忙留意 一有消息 立刻通知我们 这 沐老师不会凭空消失的 虽然昨天没有消息 也许她会像上次一样 自己又回来了呢 培羽 培羽 东西董事长 赫西董事长 赫西董事长 这董事长和副总 白头偕老 好了好了 聪明 你到我家书房 去帮我拿上个礼拜的报表 agne 站住 追 追 别跑 追 不回来 追蝴蝶 追蝴蝶 又站住 置花蜜 也接醉 别跑 捎蝴蝶 嚇以为你 放驳蝶 回来 我采花蜜 追蝴蝶 乳蝶 陛慧会心疼你 我可不会 妈妈 那群儿我对你好一点 请 我今天就好好地伺候你 追蝴蝶 追蝴蝶 副总 蝴蝶 你怎么来了 董事长叫我回来给她取报表 副总 刚刚那个女人她是谁啊 她是不是那个 她是董事长 以前跟人私奔的那个老婆 董事长让我帮忙照顾她 没想到这个疯女人 疯了还跑得这么快 副总 可是我刚才好像看见 你对她 你一定是看错了 这种女人 这种小事 你不会告诉董事长吧 不不不 我绝对不会说的 你放心好了 我刚才呢 只是看见 你对她很关心 副总 你真的是辛苦 辛苦了 没错 是她 肯定是她 东莫 今天啊 我又做了一件 英雄救伟的大好事 今天啊 我帮我们董事长回莫公关 去取报表 结果 我看见我们副总 在折磨一个女的 她呀 对那个女的是 往死里打呀 她上去就 啪的一巴掌 把那个女的 打得是东倒西歪啊 多亏啊 我去得及时 扶住了那个女人 才让她暂时脱离了 我们副总的魔爪 然后呢 她就一溜烟地跑了 我当时啊 就想 我肯定是在哪儿见过这个女人 可是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 刚才啊 我突然就想到了 那个女人啊 就是跟叶耀华一起出车祸的那个 疯婆子 你说什么 吃惊的 更吃惊的还在后头呢 我们副总还亲口告诉我 那个女人 就是我们董事长原来的太太 你说 佩云在墨家 就说人命了 东博 你怎么一提到那个佩云 你就那么激动啊 佩云现在真是在墨家 东博 这么激动干嘛呢 好像这个佩云是你的女儿 嘿嘿 你可不要骗我 你可要告诉我 不要瞒我 更不要骗我 这个佩云到底是不是你的女儿啊 开什么玩笑 她怎么可能是我女儿呢 不是 不是 绝对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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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博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原来你比我还有正义感 你 听到坏人欺负好人 你就激动成这个样子 好了 咱们不谈这些了 我不是听你简介说嘛 这个 李群和采薇要结婚了 可是她前妻 怎么突然间出现在她家里 不认识 都不认识 我呢 听下人说 说这个佩云呢 是自己跑回家里的 而且啊 疯得很厉害 她回到家里呢 就管我们董事长叫爸爸 把我们副总呢 当成了妈妈 哎呀 我看啊 我看啊 他的脑筋啊 完全是生锈啊 连疼痛 他都不清楚啊 啊 聪明啊 嗯 你说 咱们狭义之势 是不是应该济弱扶贫 声张正义 对啊 你今天英雄就美 干得好 是铁蒸蒸的男子汉 我看啊 东伯呀 以你为荣 聪明啊 以后 你该经常的墨家 去英雄救美 好好保护佩云 没问题 这件事情啊 就包在我身上了 是 养花 睡吧 这样空等下去 也不是办法呀 你自己也要保重才行 等他回来 我要在这个等他回来 你先去睡吧 小铁 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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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沛云在哪里了 在哪儿 她在 她在墨里群家 借那 她怎么会跑到墨家去呢 今天聪明到墨家去 正撞见了 采薇在打佩云 什么 采薇还打佩云 不行 我一定要救佩云出来 你要干什么 你放开我 我不能再让任何人欺负佩云 你让开 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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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 不行 妖华自己一个人上墨家去 太危险了 你赶紧去找村长 叫他们陪着去 快 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见到佩玉我今晚是不会走的 我 不行啊 杨华 不能这样 莫先生是我们村茶园的主人 万一得罪了他 不让我们中茶了 大家伙的生计都会有问题 回去吧 杨华 我们可惹不起莫先生了 还是跟我们回去吧 你们都知道 杨华一直在照顾着穆老师 现在我们确定穆老师就在这屋里 而且他还受伤生病 需要人照顾他才行 所以杨华才这么担心 你们得体谅他才对啊 开门了 开门 把穆老师还给我们 开门 莫丽群 你开门啊 开门 开门 大师不好了 什么事儿这么大呼小叫的 一股规矩都没有 外头来了一大群人 苏 苏是要找穆佩云 佩云现在人呢 莫丽群 你开门啊 开门啊 开门 开门 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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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我们房里干什么 睡觉 睡觉 跟妈妈妈妈妈睡觉 好了好了 别玩了 乖 好啊 爸爸 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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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开门 莫丽群群 你开门 开门 开门 门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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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什么呀 你们 我找穆佩云 你们出去 要好 要好 太早私了 要好 要好 来来来 佩云 爸爸剥水果给你吃 好 来 佩云 来 佩云 你在哪里啊 你看好佩云 别让她乱跑 我出去衣服她 佩云自己吃水果啊 妈妈 妈妈 妈妈吃水果 吃水果 水果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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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干嘛呀 你干什么呀 出来 我带你回去呢 开门 你们干什么呀 在人家里大喊大叫的 带你给我出去 出去出去 你们再瞎胡闹 我就报警了 不用这么多事 先生 先生 我知道 村长 莫先生 你带来这一群人 半夜到我家来吵闹 想造反啊 没没没 我这 是耀华她说 这个 莫莉群 我知道佩云就在你这儿 她现在神志不清 而且还受伤 所以 所以我求你 请你把她交给我 让我带回去照顾 真是可笑 甭说佩云不在我这里 就算佩云在我这里 我跟她曾经是夫妻 我照顾她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竟然要求我 把她交给你照顾 你 跟她又是什么关系 你不要怪我 你不要怪我丽群 虽然你跟丽群一起离婚了 但是只要你一天活在这个世上 就一天给丽群和我走成威胁 所以你废死不可 妈妈 妈妈 我们玩游戏吗 我拍拍手 我要拍拍手 拍拍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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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说 佩云需要专任照顾 她需要我的照顾 所以我求你 把她交给我 我说过了 佩云不在我这儿 我已经好些日子 没有见过她了 你说谎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 说沐老师就在你家 我说佩云不在这儿 就不在这儿 村长 我把茶园交给你滚 你禁给我添乱 你到底要跟他们闹到什么时候 我 我 姚皇 莫先生已经说了 人不在这儿了 我们走吧 先回去吧 别再打扰莫先生了 走吧 走吧 走 不要让我们难堪 走吧 爸 爸爸 佩云 佑 佑 佑 干什么你 快帮帮我走 佑云你快出来 我带你回去好不好 佑云 不要让我被脚为难 佑云 你别弄我来 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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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走 快点 我就不信你今天死不了 我爱有心 我爱 我爱有心 我看你没有多大 佩云 你姐姐死定了 我就不信你死不了 我姐 我就跟你成结婚了 你还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吧 面对破坏文理群的婚姻 佩云 看在你我 是老朋友的份上 求求你帮帮我吧 你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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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云 佩云 你在干什么 你敢敢做这种事情 你敢敢做这种事情 佩云 你要不要紧 有没有事了 我 当我有喜好 我 好了 没事了 没事了 我警告你 你要是在时 基耀佩云的命 我饶不了你 如果佩云死了 我们的婚礼 立刻去消 那 要是有一天她清醒了 把你我的事全抖了出来怎么办 要真有那么一天 佩云真的出卖了我 我也认了 我也认了 莫莉娟 你无药可救了 你无药可救了 好了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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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 我 就要是 你 我 你 我 你 这是 什么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只要你说一声 我愿意为你处理掉沐沛云 不 不用急 我想通了 等到我和丽群结婚以后 再让他死 莫丽群这么三分五次地对待你 你还执意要嫁给他 嫁给丽群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我一定要达成我的心愿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我要找佩云 我要把佩云带回来 放我出去 要划就委屈你一下 你都闹腾了一夜了 大家伙 怕你再到莫家去闹 这样会害了全村的人呢 所以啊 不得不先把你留在房里 要你先冷静冷静 你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我 你说 你说 耀华 你冷静一下 我很冷静 小爹 麻烦你跟村长说一声 把门打开 让我出去 我要把安佩云带回来 耀华 莫丽群既然死咬着说 穆老师不在他家 你跟他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不如你先休息休息 等东伯来了之后 我们商量出一个好办法再说 小爹 你辛苦一下 看着他 可千万不要让耀华 再跑到莫家去闹了 我们村子所有人 都是靠莫先生吃饭的 这钥匙交给你 不要把它放出来 你明白吗 我明白 小爹 小爹 请让我出去好不好 小爹 把门打开 放我出去 我要把佩云带回来 小爹 小爹 我要去找佩云哪 小爹 你放我出来 小爹 你放我出来好不好 我去找佩云 小爹 请你放我出来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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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佩云 我把佩云带回来 我把佩云带回来 让佩云的明明 为什么 让佩云 söyleye 骂 Give me a picture of your man 最早资料呢 力群 可把机密文件藏在哪里呢 没有看见什么保险箱 难道 有什么隐秘的机关吗 你在看什么 好好玩 躲猫猫 跟叔躲猫猫 妈妈 好好玩 好好玩 妈妈 你飞 飞起来 飞 不是你在这里装方卖傻的 我打死你 妈妈 我打死你 打死你 妈 不要 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温院长说过 佩云的病情可能有好转的迹象 难道她已经好了 无论人 一定能立即逃 娱乐 将军的一刀 之后 做多数的心 وج在谈婷 我又何尝不是呢 不过 目前我已经安排 聪明经常的墨家去保护他了 你稍安无躁 咱们一定要想个周全的方法 再把佩云救出来吧 是啊 村长他们说的有道理 在那种情况下 我们不得不暂时先把你带回来 我现在觉得比较奇怪的是 佩云当时冥冥昏迷了 他怎么还能跑回墨家 我想 他的潜意识里 应该还是想回家吧 毕竟 墨家才是他的家 可是我担心的是 在墨家 谁来照顾他 万一他病又加重 那怎么办呢 是啊 要话说得对啊 佩云 要是再受到伤害 那我这辈子 就更对不起死期的书玄了 我们还是想个好办法吧 把佩云带回来 目前我只能依靠聪明 来回进出墨家来打听消息了 好 奇怪 东伯怎么会对董事长原来的太太那么感兴趣啊 不过是真的 他还真是可怜 如果我能听东伯的话 多关心一下董事长原来的太太 搞不好他一高兴就会答应马上让我见到爸爸 还是我聪明 还是我聪明 奇怪啊 他们两个拿着暖炉干什么 一定有问题 两位美人早上好啊 好什么啊 没看到忙着呢 这么热的天 你们拿着这暖炉 要干什么用啊 没你的事 是太太要的 她的事我们下人哪敢问呢 快点吧 待会晚了又要挨骂了 奇怪 一定有问题 我要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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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我就陪你玩啊 我们今天 玩一个抓蝴蝶的游戏 好不好 蝴蝶 蝴蝶 蝴蝶跑来 抓蝴蝶 抓蝴蝶 不急不急 等一会儿 去把蝴蝶找回来 到时候再让你抓 好好 抓蝴蝶 抓蝴蝶 他们要抓蝴蝶 还要这个暖炉干啥 太太 暖炉跑好了 佩玲 难道 他用这个来烤他 佩玲 平时 都是你追蝴蝶 今天蝴蝶变成这个暖炉 来追你了 糟了 我得赶紧想个办法 你不要跑啊 让蝴蝶挺你身上 好不好啊 好不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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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蝴蝶就飞过来了 是火了 是火了 出去看看怎么回事 是 蝴蝶 蝴蝶 蝴蝶好不好看呢 那你干嘛不来抓他呀 来抓他吧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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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总 这疯子还有真的假的 别废话 叫你试就是 把他给我绑起来 绑起来 你绑绑吧 你不绑的话 就别想在牧师企业待了 我绑 你好 对不起 我也是逼不得你的 马上就好了 马上就好了 童鱼 童鱼童 你好大胆呢 童鱼呢 这事情不是你看到的这样的 给我滚 滚 咱们 蛋 鱼 我尝尾 吃 吃 里面 吃 鱼 吃 给 吃 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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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